科比生涯五大贵人,八次家族是科比如珍宝,加索尔助力他重回巅峰,科比的职业生涯及其辉煌,五美总冠军,两座FMVP,一座MVP,还有数不尽的大小荣誉,科比的成就,离不开他自己的努力,也离不开他与生俱来的天赋。 但同时,他也应该感谢他生涯里遇上的那些贵人,他们的出现,给科比的成长带来了巨大帮助。 一、结理,维斯特会演十珠在九十六新秀中,哪怕科比早已名满全美,但一个高中生的身份加上九十六届天才众多,让很多球队对科比望而却步。 但胡人叫不解家,维斯特不同,他会演十珠,笃定了科比是下一个超级巨星,力排众议用笛把次换来了科比,而在科比的新秀赛季,也是维斯特去父亲般的教导科比。 如果不是维斯特把科比带到胡人,科比职业生涯的传奇性,恐怕会检测不少。 二、奥尼尔一句话助力科比成超级杀手,虽然奥尼尔和科比在胡人的岁月里矛盾颇多,但不得不承认,作为科比的老大哥,奥尼尔对科比的早期成长起着重要作用。 在和绝世的季后哉中,科比在关键时刻连续投出三步山,绝世球迷立刻对他卧底般的表现发起了漫天嘲笑,眼见小兄弟的自尊心遭受严重打击,奥尼尔赶忙安慰道,记住现在嘲笑你的人,有一天他们会对你的关键球能力瑟瑟巴抖。 这一句话,也帮助科比重拾信心,为日后成为超级杀手奠定的基础,而也是奥尼尔的存在,让科比对自己更加严格要求,加速了自己的成长。 三、科比温施、菲尔、杰克逊科比职业生涯的辉煌离不开菲尔。 杰克逊的教导,在菲尔不在的赛季,胡人基本就处于于南球队的水平,他不仅把三角进攻成功移植到科比和胡人身上,他还把乔丹的营球方式交给了科比。 为了能够让科比学到更多,他还特意安排了科比和乔丹在芝加哥见面,让乔丹当年传授科比技艺。 四、加索尔助力科比重回巅峰,在奥尼尔离开胡人后,科比一直在苦苦寻找球队内线的下一个答案,直到身在灰熊的节里,维斯特再次为胡人送出助攻,把加索尔送到了胡人,这比较易让波波维奇暴怒,足见他对于胡人队的提升有多大。 加索尔来到胡人后,和科比立刻产生了良好的化学反应,三年三进总决赛,两次拿到冠军,可以说,如果没有加索尔这个极品,二当家的帮助,科比很难单独带队重返巅峰。 五、巴斯家族是科比如珍宝科比能够长留在胡人,带领胡人拿下五次冠军,巴斯家族对他的厚爱也起了巨大作用,无论是在奥尼尔想要赶走科比,还是科比零西年逼攻胡人,或者是科比遭遇了跟剑断裂的大伤,巴斯家族都毫不犹豫地选择用高薪留下科比。 没有巴斯家族,特别是老巴斯对科比的厚爱,或许科比早就离开了胡人。 当然,科比也为胡人奉献了整个青春,甚至为了实现对老巴斯的诺言,他拼到了跟剑断裂,拉索。